老娘啊 回来过年了 回来了回来了 豆豆 马上就要过年了 今年咱们回家嘛 老家可一直打电话催的 回肯定回 大妈 约吧 谢谢不约 今年儿子回来过年吧 她要是不给我带个儿媳妇回来 我打折她的三条腿 真是亲妈呀 豆豆玩 你也没女朋友 不过也怎么着吧 姐姐别怕 老人家说的是反话呀 当然一些熟练的问答技巧 也是必须的 豆豆是什么问答呀 别急 跟我们说说吧 说说吧 好 比如这样的问答 豆豆啊 你这一大把年纪了 有对象了没有啊 还没有 要抓紧呢 是是是 你可快点找对象 再拖下去 大家都不放心 呃 要不 二九让你捡个片 给你解烧一个 我去我还以为你要省身救我呢 二九 毕业之后 我的同学们 收入都越来越高 我也应该以事业为重啊 不 你刚毕业二十多岁 工资啊有点小差距 没什么 这心态要放平 等你到了三十岁 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就会慢慢习惯了的 我擦 可真是我的亲舅舅啊 大表哥啊 听说你马上就要结婚了 给我们这些单身狗 传授一点经验吧 是怎么泡到妞的 是啊 是啊 其实啊 把这个艰难的事情啊 相复杂了 爱情都这样 不需要太多的天眼鲤鱼 动听的实验 只需要几百万的钻戒 几套黑经别说 艰艰难难才是真啊 看到几百万的钻戒 换我我也笑得喝不龙腿 别说大实话 换我我也讲 道歹我没瞎说啊 你不懂 这才是纯洁的爱情 那逗逗啊 碰到了你说的那两种问答 正确的回答姿势 应该是什么呀 你快教我呗 你们就看我的吧 买休泰 逗逗啊 这你今年的收入咋样啊 这不咋低 也就五百万上下吧 买房了吗 准备买第四套 好 定情比去年稳定多了 记得要按时吃药啊 来 就啊 给你包个大红包 谢谢 就是你的 哈 逗逗啊 其实 我们就盼着 过年能全家团圆呢 你每年回家一次 这辈子呀 你也只剩几十次了而已 啊 这个 不管你们呢 有钱没钱都要回家过年呐 老人们真的是想你们呐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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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过年 那个看视频的到现在还没有扫咱们的二维码 关注一封之音啊 哦 蓉儿你别担心 也许大家都在忙着吃辣条 一会就该扫了 嗯 那 身边有手机的呢 就赶快扫一下我们的二维码吧 手机观看呢 就在微信里搜索公众号一封之音的全凭就能找到我们了